這陣子經常跑到外國馬 趁這個空檔就說回香港馬的問題 一個問題很好笑的 我們很多人甚至有些行家都這樣說 哎 你們現在批評香港馬的水準下降的原因 因為蘋果園減分減得快 很快就落第五班 那當然水準低 可不可以不減那麼快分 我覺得香港馬匹的水準是低降了 而剛才所說的因素是一個果 不是因 如果馬是可以的 他根本不需要減分 那應該上上第一班 一二班 不要說升班 升班要贏馬 起碼是可以的 例如那些馬是落地很近的 減兩分有時間減的 但如果馬都不可以的 五日二分起步 三分 三分這樣減就很快降班 很快出局 是吧 這個數學問題而已 我趁這個機會解釋一下運作 現在和以前的運作 班次和評分的運作分別在哪裡 整個七八十年代 甚至九七前都是 馬区去到五月尾六月初 跑完 九月中才開羅 於是跑完馬之後 七月一日 一定是七月一日 公佈新評分表 我們叫做總編班表 然後就是七月中 或者七月底才開操 預備下一季 現在是調轉的 他不但只給了新評分表 他還會公佈了全年 由第一天到最後那天的 賽程表 設定好 以前是這樣的 這個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一定要彈性 現在是改了每三個月初次 每三個月初次是對的 但現在就不是的了 跑完馬後幾天 再開操 都沒有評分表 時代不同了 好像八月初才出的 沒有規定的 盡快是跑完馬 最後那天兩三星期內出的表 平保完要檢視一千隻馬 你是要逐一隻看一看一看 需要時間的 現在不是一個人決定了 他做平榜的工作有三兩個人 大家做完之後 大家商量開會 決定博取 變成都要施時間的 這個就是現在的運作 好了 大家留意到 近幾年 特別是中上班次馬 在暑期是不減分的 小量是減一分 有些減兩分 很少減三分 去到低些班才會減 減兩分 三分 很多高班馬都不減分 是對的 因為以前的馬跪 就是八個月 現在的馬跪十個月 大家認識不同 出錯機會就多了 以前跑八個月 平榜手法就說 贏馬加八分 或者九分 很差的頭馬加七分 跑入位置二、三、零 一定加你 一至四分不等 總之差不多 它的原則就是 以前跑來四就不加不減 就是跑來三分都加你一分 是 於是 數學上 這個問題 我入行沒多久 我們老前輩已經教 為什麼在季尾的時候 跑完到季尾 全部要減八分 一般會減八分 有些好些是減五、六分 有些差些是減十分、八分 十幾分以上 意思是 平均是 將所有的馬減八分 平均 原因很簡單 因為每跑完一場馬之後 頭馬加八、九分 位置馬加起來會兩、三、四分 終於每跑完一場馬 那十隻八隻馬 一定會加分 就會加了十幾分 減分他又不會減很多 因為跑來四就不減分 於是落第馬 最多減一、兩分 於是每跑完一場馬之後 只是那組馬的分 每組馬就會平均多了一、兩分 你明白嗎 那組馬加減之後 平均會升高了一、兩分 或者是一點點 當你跑了很多白牆之後 所有馬水漲船高 就會推上去 平均是八分 所以去到季尾 一次過減回百分 就會拖回來 即是水漲船高 將水漲減低一點 然後又回到季尾 這就是在七、八、十、九十年代 都是用這樣平均手法 其實這就像澳門 澳門都好像是這樣 我現在正在用 我沒有留意 澳門有一、兩年沒有留意 原來都是這樣的 因為底點以前 會不會跑得密 現在賽事少 加上第二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 暑假有三、四個月 老馬 在三、四個月自動腦退 不跑了會折舊腦退 所以大家又減少些分 運作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連跑了十個月 都不算當你休息 不算是折舊的 當你休息 老馬都少了 那問題是 為何會出現現在這麼多低班馬 52分起步的馬 減分搞得快 如果他不是那麼差 他經常輸很近 每次減一、兩分 那就要輸大七、八場 差不多一季才可以下第五班 如果輸得近 如果輸得遠一點 都如第一場不減 由第二場輸第二場開始減 如果由兩分開始 並不三分、三分、三分 很快的 一季就搞定了 五、六場已經降了一班 隨時輸多三幾場就出局了 是啊 我有個馬主朋友十年前就是這樣 出現一個問題 我跟我的評判員說 不要減得那麼快 通常叫評判員不要加分 這個朋友叫評判員說 不要減多分 馬主要出局了 我評判員說你早點說 減少一點 減少一點沒所謂 你自己吃虧 你早點說 笑話來的 插曲來的 問題就是 加減分的評判員 都是拿著他支援進側 如果是完全不夠跑 香港的制度這樣 他不可以軟禁減分 他不可以輸一場減十分 一般來說 最多輸一場很差 最多都是減四分 看死了你 就是四五分 很少的 通常那些差不多是絕症 減三分都已經相對少了 現在的制度不同 現在連跑第四都可以減兩分 是啊 這個真是 跑第四減兩分 跑第三都可以減一分 因為他加分的幅度 從以前的八分 拉到平均的 現在是五六分 或者跑第三都經常不加分 就算不減一分 他也不經常加分 沒錯 沒錯 這個真是 於是有些人說 就是因為你這個情況 就把那些馬 全都折到低分 這是有些道理的 但是 一半半 你試想一下 每年有四百隻 PBG是五十二分 起步 如果那些馬 是好少少的 就很容易 就贏一場 抵消總體的分 就是評分 五十二分 是拿在中間的中數 如果那些馬 不是那麼差 那他自然 就不會把水拖得很低 沒錯 因為有四百隻 是PBG五十二分 那裏現在是幾萬分 我們叫總數幾萬分 那裏如果不是減得那麼快 或者浸高一點點 他的評分水平 我們叫做贏兩場 很容易上第三班 但現在不是每隻PBG 都有升第三班條件 他贏完之後 在第四班頂已經站在那裏 就算勉強升了第三班 他也要下回來 對 可能六十多分 在三班等機會 可能會很不如索性 沒錯 那就是自購買另一個問題 自購買以前 曾經很長期七十分 後來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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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如果能買屁魔價 不能投出完過 那麼再賣金 特別是幾年前 香港馬會 曾經 使用六十五分 減退到六十分 雜 savvy 牙痛的聲音 因為他們可以買的馬 差不多每三隻 有兩隻就在那個range那裏 明白嗎 差一點點沒有就沒有 你將那個底分加三分 即是你沒有了一本貨可以選擇 如果你再浸上去的話 譬如我還是堅持70分的話 譬如在紐西蘭 全國紐西蘭賣得給你的馬 根本只有三樓十隻 三樓十隻之中有很多籤 你是不要的 你不能選擇 你當70分是水平的話 即是你一定要在澳洲的城市 贏過或者起碼跑位置才會選擇 但如果你把分數拉低到五十六十六十三的話 即是你可以多些貨選擇 選擇一些二貨仔 二貨的馬 在紐西蘭上面的那些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的馬 突然間減了三分 你就會多很多馬 那你這個就被迫的 這個不是一個人的議員來全世界的馬 市場的問題 特別因為現在香港大部份人都是賣澳洲馬 如果你一定要70分鐘起步的話 根本你可以選擇的馬 別人肯放出來的馬根本就沒有 你根本就賣不到 結果就是供求問題 你求而已 但沒有供 沒用 沒成交 所以根本被迫 把六十六五再低一點 六十三 這個就沒辦法的 這個不是馬會 我認為馬會都不想的 我認為馬會高層正是不想的 每年派幾千萬花紅出去 鼓勵你買好馬 他不想的 但如果連這個都不讓步 很多中少馬主 現在賣不到馬 還有一千買不到馬 買不到馬 然後又說不入籤抽 因為是PP的問題 只是PPG解釋了52分 你略為好一點 很容易上第三班70分的 只是很圓解決問題 只是因為可以值得第三班 都有一顆跑一贏 原來越少了 對 對 六十三分起步 我想可以看多一季 會不會又出現 好像52分起步的情況 即是他要六十三分 可能他輸兩場 就要六四班了 四班 不如四班再反彈 不知道行不行 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 但當然他好就繼續贏上第二班 可能不是 輸兩場 也是 很快就降班 不如先降到第四班 找回頭馬 所以 評榜員減分減這麼快 是一個原因 我覺得 就不是原因 是結果 不是因 是果 對 本身是可以買到的馬 質素高 但是 我經常這樣說 香港賽馬 由於英超 你要求太高 英超 我都說 很多國家各腳 都聽不到正選 對後備 你既然出了這麼多錢 你就可以要求 理論上 英超 英超就求完 有錢就能買到 現在突然轉 就算那些香港馬主 是有錢 和全世界最大的馬主 或最有錢的地區 那些馬主 來爭 都不是很容易爭到馬 這就是現實問題 不同世紀初的時候 清大師時代 當時的馬圈 沒有那麼蓬勃 還可以買到一些馬 特別是澳洲 澳洲都說近些十多年 經濟很好 馬圈蓬勃 漲金很高 大馬主要來越多 甚至去歐洲 買二三級馬 這就是現實的問題 你不買澳洲 你買紐西蘭 不要用的 紐西蘭好些的馬 很年輕已經去了澳洲 你只能當自購馬買 你留在紐西蘭的自購馬 根本是很差的 我都說 如果你堅持七十分 才來到香港的話 整個紐西蘭真的在說 可能只有三兩十隻馬 是可以賣來香港 是不是 那一點就是這樣 三兩十隻更好笑 你要扣了一半 剛才說 扣了一半是絲馬 香港不要絲馬 香港問題就是 自己綁自己 也不是錯的 我們證明了絲馬 香港是不合理的 沒有理由 每天都要買絲馬 但現實世界上 一半的馬是絲馬 你香港只要 煙馬 或者紅馬 少量的紅馬 你沒有了另一半的馬 你自己就 可以選擇的 越少 越來越少 除非你真是很有錢 什麼價錢都不是問題 但是顧求一班 中小型馬主 或者團體 他們想找一隻馬 真的 不是那麼容易 我再指出一點 上兩星期播放這麼多 英國的賽事 你有沒有留意到 一半是絲馬賽 是不是 純粥馬一半是紅馬 一半是絲馬 你自己斬了不要那半 你的選擇已經少了很多 問題就是 我不是說要絲馬 絲馬在香港的環境 確實是不容易養 多年來都沒有什麼 可以養成就 不要沒有這個危險 我同意的 我想指出你的問題 半邊天下 你沒有了半邊天下 你還在那半邊 這麼多限制 所以真的很難搞 所以我們繼續花牙行 趁你空檔 我們接下來 會有三多集做Q&A 因為我想有段時間 都沒有機會 跟網友可以多點溝通 因為這段時間 你見到 雖然本地馬放暑假 但是海外賽事 都很緊湊 先回一回氣 大家 我想在八月初到 有幾集 我們會做Q&A 再加上 最後一個星期的海外賽事 八月第三個星期 八月第三個星期 之後呢 之後呢 我們會主力都會講回這本地馬 對 可能到時已經開了 操資料 比較多 對 可以回顧上季 和指望下季 現在是鹹淡水 沒什麼位 所以這期主力都會做 那麼多可以 Q&A 如果我們的付費會員 我們是優先 八月有問題的 另外我們都會在 付費會員的頻道 都會開到Live Check 跟他們 再檢查 我們大約今集 先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我們的頻道 有興趣 歡迎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亦都可以 給我們一些鼓勵 like 仍然會繼續收費頻道 如果各位會員有興趣 加入我們的收費頻道 都可以歡迎付費 給我們的收費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